MING PAO TORONT MING PAO TORONT MING PAO TORONT 影片由CIOC自動車傳載到 防御工事 七海八局券 QTR 來 今天我們捧捧又來了 YES 歡迎來到Jazz Pong 你好 來到小吃老闆今天特別的開心 今天超級帥的 我們好久沒有合作 對 好久了 上一部片再放一下好了 再炒一下 R3雙重奏 對 冷飯再炒一下 而且你看我今天出門 我就想說穿一下我的皮衣 來找我們的小吃老闆 果然我們今天是綠色的 對 綠色的 好險大家沒有戴綠色的帽子 幹 今天為什麼啦 我跟你講其實在好幾個月前 半年了嗎 喔 有喔 七個月 蛤 這麼久了喔 時間過超快 好了 開始了 開始了 我不是很喜歡菲亞特500你知道嗎 我車還沒買 我已經先把菲亞特500的衣服買好了 但我車還沒買 然後我就突發吉祥了 先一陣子閒閒的有沒有 我有一個朋友有沒有 最近很努力在拍YouTube的 彤董 因為他都有在進這個外匯車嘛 我就跟他說了 我想要弄一台500回來玩一下 欸 施董沒問題 一句話 他就網頁貼給我 就好自己挑 好 挑加拿大那邊的 我就挑到這台 我最喜歡的是什麼 白色方向牌 手牌的齁 我一定是要手牌的啦 綠色的 因為 我跟你講 我要挑 挑里程 你看這里程才8萬2而已 然後我就跟他說我要這一台 然後他就開始 喔 配備表 什麼都貼給我囉 這個是在 7月底的時候啦 7月21號的時候 然後我就挑了這一台嘛 就叫他買 這13年的 菲亞特500 然後關稅大概是要11萬 然後我買 9000多塊美金啦 然後我就匯給他了 很開心 然後一直到這個 27號的時候就收到 加拿大那邊人員的聯繫 你知道聯繫什麼嗎 那還真沒有冷氣 不是冷氣壞掉喔 我的第一個反應是 喔 冷氣壞掉 那是我們回來修 還是要在那邊修 喔 不是喔 新車買的時候就沒有選冷氣 你他媽我一個住在 亞熱帶地區的台灣人 我打從娘胎出身 我不知道買車要注意 有沒有壓縮機這件事情 你會覺得 那本來就應該有的東西對不對 啊 確實他就是沒有冷氣 然後我說那可以加裝嗎 他說不行喔 他那個連什麼冷氣電腦系統 全部都要改 那怎麼辦 我錢都給了 加拿大比較冷 所以他們其實新車 不一定會選配冷氣 要買這個加拿大車 還要注意他當初新車 有沒有選冷氣 好啦 最後我就請他在 當地就幫我把車處理掉 一直到現在 我最近看了兩台 一台是那個小黃 哇 小黃很可愛對不對 小黃超可愛的 有沒有 哇 而且我跟你講 小黃有大天窗 有沒有 可愛 可是可惜啊 他的方向盤不是 白的 不是白的 我喜歡白的 然後小黃才跑 四萬公里而已 喔 有空調 這次我有看 有空調 他就問我說刷定了嗎 我說好 刷定了 然後他今天又傳來 他傳對方的說法 我看一下 Hey Jen Sorry for the delay There is someone coming to take a look tomorrow But if he fails I will give you a call 他說不好意思 因為有三萬 要來看一下這台車 如果明天他沒有買 我再告訴你 所以我會不會又買不到了 沒有就在等 他中間有很多什麼小紅小黑小綠 有的沒冷氣啦 有的看起來就很糟啦 你看照片就很糟 然後他們那個很好 他們那個都會給你 你Carface跟你講哪邊有撞過 還蠻清楚的 我跟你講 有一個有撞到的 小灰就有撞到了啦 來來來來 我跟你講 小灰其實就有撞到 他這網站進來喔 嗯 這邊有一個 View Carfax History Report 然後你看這邊 Accident Damage Records Found 金燙號有沒有 點下去 這裡就寫 Left Rear Corner 花了1896.55塊美金修復的 反正他們這個就很清楚 重點就是我去那邊看 找車網站看 可以他就幫我買 買了之後那邊有人幫我運過來 我們把錢匯去他就幫我運過來 對我有講說我拜託這個 鳳哥幫我買一台這個 菲亞特500 然後他就丟了一個網站給我 上面有很多 我其實我沒事我在上面逛 你知道嗎 他上面有那種 Artist 07年的 10年 都手牌的 FIT二代三代都有手牌的 我都有去看 我都很想買耶 我每一來看到手牌我都想買 我有去看 Alice也手牌的 哇真的沒有聽過 手牌控 對啊我手牌控啊 然後二代馬上 阿呆你上次那個 表不準那個有沒有 也手牌的 超開心 我在那邊晚上不睡覺 一直在那邊看那些手牌的 可是他那很麻煩 他讓人家輸入郵遞區號 然後看你的 區域在哪裡 區域在哪裡 對然後你可以設定說 我要這個郵遞區號 周圍的100公里以內的車 或是50公里以內的車 然後他就會幫你整理出來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而且小市老闆那時候很好笑 有一次他先傳給我 我看一下 哎呦 這個在非常非常 偏遠的地方 維多利亞島 他就叫我先去上面挑車 那因為當地呢 他有街口的朋友 對口的朋友 在幫我們這個處理 對買這個車子的採購 然後我就丟了來給他說 哎呀小市老闆 這個是在島外 我說 怎麼是島外 就類似好像是 台灣我買到金門的車一樣 他說還要傳運 從那個維多利亞島 要運到本島 才可以出關 哇那很麻煩 對後來很麻煩 因為很貴就放棄了 重點是 我後來好不容易跳到一台 結果 準備在檢查車輛的時候呢 那邊的採購 對採購出現狀況 一拖回來 他說彭哥 我幫你檢查一下周圍 我說好 這外觀還好 大概搞一兩片 對 不錯 一兩片 OK 他在視訊嘛 你要看看 欸不對勒 彭哥 這台車好像那個 ALE CLEANTION 好像沒有 它就AC ALEC 買一台車 沒有冷氣 他傳訊息 你給我講沒有冷氣 我想說 那是這樣 是沒冷眉 還是怎樣 喔沒有喔 連夭壽機都沒有 都沒有 還好那台沒有買回來 不過一般你們 帶給我買回來的話 可能只剩一條路了 跑利寶 哈哈哈哈 沒有冷氣 直接下利寶改車 只能跑利寶了 沒有冷氣啊 然後我那個朋友跟我說 欸彭哥 你朋友買這台車 他是真的要去跑利寶嗎 我說 喔他是 以為我們知道 對 以為我們知道我們沒有冷氣 就素不自然 我們台灣需要的是冷氣好嗎 哈哈哈哈 你只有在那種北方的地方 有可能發生這種沒有冷氣的事情 對 所以真的喔 有時候在國外買車也沒那麼簡單 沒有那麼簡單 結果後來我們就拜託 當地的這個 採購部門 彭哥那邊幫我們就地處理 賠了 兩三萬多塊 一千 好像一千 一千塊美金 一千塊美金啦 對 隨買隨料 對隨料 所以後來我們又往返了 又找了幾台車 對 後來又慢慢找找找找 終於找到這台 我記得是小蘭 小蘭 挑很久啦 我也算很龜毛的啦 我真的也是挑了很久才挑到 而且我跟你講 我後來最近發現喔 車片好少 哇 最近缺車 每家缺車 真的缺到 加拿大真的缺車 對 因為他們內需成長 大家一直買車 新車也做不出來 所以相片跟我們台灣也是一樣 就開始中古車就很熱了 而且小事老闆買的這台車是 自售車 喔對 Yes 它那個網站不僅僅是車行可以PO 自售也有PO 所以我剛好挑到這一台是 麻煩他們美加的採購 對 部門去幫我直接跟這個 自售的賣家買 買車 對 直接跟他買 然後整個過程買了 好 那我們就先匯 匯款過去嘛 我們就先把車款都匯過去了 對 所以接下來 終於來到這一天 哇 等了好久 冬雨等到今天 對 哇 兄弟我們真的等很久了嗎 Andy Pong Andy Pong 來來來 這個是等了兩個月 這坐貿易上車真的不容易 從這邊坐船再到這邊 今天終於到了 風和日曆要拆櫃 好天氣 好天氣的時間 今天天氣又好 所以今天我們約好要去拆櫃 對 我本來 三年前我就買好 Fair特500的外套 今天 我本來應該穿來對不對 阿呆 沒想到我告訴你喔 等 已經穿不下了 對 他來了 真的這樣 你本來今天要穿的 就一穿 哇 看怎麼那麼緊 哇 好緊喔 好背喔 越來越大隻 你看 所以喔 跟各位網友分享一下就是 夢想有一天一定會達成 Yes 只是 可能體態會變得不一樣 所以難怪有沒有 開超跑開長逢 禿頭比較多 等到買了幾了 你們的頭髮都掉光了 真的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出發去拆櫃 我會第一次 因為我很興奮 拆禮物的概念 好不好 我們就把它拆出來看看 從這個 美國 美加來的這個外匯車 剛拆櫃的時候是什麼樣子 直接揭露給你們看 不經修飾 不經修飾 但是我覺得外觀啦 依我拆櫃的經驗來說 只有拆日本車 才會很漂亮 才會有那種 WOW的感覺 因為日本它就是很顧車很顧車 但是美國加拿大的車 你看的時候有時候會怎麼樣 一陣涼風過來 對 烏鴉 烏鴉 阿 等一下看看會不會這樣 不會啦 我已經準備好那個車要大整理了 大整理了 對 顏色其實我已經想好我會改掉了 以後再說 進化 待會兒就拆櫃券 GO 防御工事 七海八極券 QTR HALLO 哈囉 你好 我們要拆櫃的 拆櫃的 拆櫃的喔 來 等一下 我來過一次 以前有那種黑人有沒有 都來這邊 買一大堆Safiro 然後他就是去每個車行都買 買完以後叫禮拜一幾點 全部的車行把車都開到這邊 他要出口 對不對 對 他要買回去 在這邊 他連櫃都幫你顏色配好了 我好險 你不是第一次來貨櫃場 我上次來可能十幾年前 你看這麼多櫃 對啊 全部都是 滿滿的櫃子 天車還在動你看 超級大 超級大的天車 對啊 天車在動 機器人一樣 好 等一下直接剪開 拆禮物 加拿到來的 加拿到來 欸 問一下 現在心情是不是有點 跟好像我們在飯店等待什麼一樣 有點既期待又化受傷害的感覺 現在大概是先拍房號宣傳給他 我等了半年以上了耶 哇 這等很久 超級久 我真的覺得喔 我那時候會找鵬哥幫忙 就是我想說體驗一下這種 很像我們到國外亞馬遜啊 Ebay買東西回來的感覺 只是這次買回來的東西比較大一點 大一點 大玩具嘛 對對對 我覺得就是個大玩具 我們的兩位工人 大家就直接 謝謝 謝謝 直接剪開了 然後就把那個封條 剪開 剪開了 所以他這個是我們特別跟他 約開櫃 那如果沒有的話 是誰會來匯同 一樣海關人員會來匯同 拆櫃 那拆完櫃以後 他們就直接拖到保稅艙 等關稅報完以後呢 再領車 所以那邊那個是海關人員 對對對 所以那邊是海關人員 對 所以他們要看著他拆 看看裡面有沒有違禁品之類 有沒有夾帶東西 夾帶一些 不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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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應該就是在檢查這個吧 對也會檢查這個 哇欸 還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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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賽車賽車 現在那個很流行 那應該要賣到200萬 對啊 快了 快去 不用拍我了 拍他 哇 我的500 終於到了 欸這個籃其實我 比我想像中好耶 我以為是有點深籃 對啊深籃啊 可是有點像RS6的 對對對 有點利曼籃 對上次那個RS3也是 RS3也是個籃 電光籃 你說的籃是下面籃 我本來買蛋黃哥 結果蛋黃哥沒來 所以我只要買小籃的 好不好 那當然他們會開出來 對他們會開出來 就讓我們檢查一下 對看一下 之前有一次遇到兵力 你知道嗎 然後結果哇塞 我要自己爬進去 因為那個 當天拆櫃的人 大哥太胖了 門打不開 沒辦法開 所以要從窗戶進去 所以它裡面都是用一些 拉繩 拉帶 綁帶把它固定起來 還有輪胎都有用那個 木杖板 把它躺起來 對不對 因為你看掉起來的時候 貨櫃其實有時候 它有一點會晃 對它會晃 掉起來會晃 所以它要稍微固定住 好 這我一看到辦法就要處理了 它有一條線 我有看到 對 剛剛它打開我就有看到 發得起來 發得起來 我沒看到東西耶 我直接下標對不對 鴻哥的採購團隊 有先幫我們看過車 才敢買的 他們有回報車大概狀況 其實都很清楚 他現在LINE上面把照片 跟他看到車鑑定的狀況 都傳給我 然後我再跟他確定說 好OK買這樣 好不好 所以其實買家的殺氣 也要滿夠的 對 也要有一點 好 所以它現在要給我們看了 是不是 對 我在這邊看啊 我看了不下數十台的網頁上的飛亞隊500 我發現這塊板子每一台都會這樣 都軟軟的 對然後有的甚至就是缺這塊板子 就這樣子而已 對我看照片很多都每一台都垂下來 對 然後要不然就是有的乾脆就是 照片就是這樣 這個就沒有 所以這一片都一定都會這樣 你看 對啊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 對我會再修 因為這個應該買不到 這太短了吧 太短了太短了 對你看這包板有斷掉 好不好 這個就要靠我們的老師傅去修復 去修復了 而且這台車基本上外觀板件 因為都是自售 客人自己在開的車 對 不是車廂整理的車 因為車廂整理的車都會把烤漆做好 對 那因為我們這次剛好是 小車老闆是直接對自售車 那自售車 它車主就沒有去 特別去做 整理的烤漆了 對啊 所以他現在為什麼要去把那些 受傷的地方勸起 對啊 證明不是他們 要回報 就證明不是他們 拆櫃去弄到這樣 對對對 一出來就有這些東西 所以都會很仔細 很仔細的再檢查一圈 然後他用那個是相機 他要拍紀錄 對 真的他看得很仔細 對啊 有沒有他車頂什麼都要拍 所以我們接下來 對對彭哥我們講一下 我們現在會看 會開完了 然後我們等一下看完之後 接下來我們的流程是怎樣 好的 那當地的buyer 我們的服務費 也直接給他了 也都已經給了 那現在這台車回來以後呢 我們就會進到我們的海關 要需要去報稅 進去以後呢 等這個車關稅算完了以後呢 大概約末在一個禮拜左右 五到七天 然後我們會繳一個稅單 那稅單繳給海關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 他會把稅單給我們 對會有稅單 還有那個稅單呢 跟當初這台車的場證呢 我們就可以去申請這台車的臨時牌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先來把它開走了 對 開走了 開去車側 對因為你車側的行動 那我們如果是用拖車就不用臨時牌 但如果你是像我們 如果說他可以自己去要先開 那就先領個臨時牌來開 可以先自己鑑定一下車況 看看整理什麼 對 要去哪裡啦 可是那是 因為我們要拍攝才這樣 如果一些消費者 是拜託這個麻煩風哥幫我們做這件事情的話 其實都是你們做的 全部都是我們做 你看到車的時候 就是已經完車了 要不然就是車主如果想來看開櫃 也可以一起來 所以簡單多了 那是因為我這個小頑皮 想要知道一下這個過程是怎麼樣 體驗一下這個開箱的感覺 下次再進就不會這麼認真 可是我怎麼覺得旁邊它還比較帥 我應該還那個 對不對 對啊 最近很流行耶 對啊 其實這車的美價也相當缺車 對啊 好 所以我可以去看一下 包幾公里我都忘 好5萬5 而且我跟你講 阿呆 不是其實我有忘記它是幾年份的 我忘記它幾年的 買到都忘了 而且時間真的是有點久 對啊那你說它的那一些 在那邊的一些車級的資料啊 對 它是怎麼交到你這邊來 或我這邊來 就是像這台車是自售的車 所以我們當地的buyer 就跟他看車的時候呢 就會跟他了解這台車的保養的紀錄 那如果是一般是對車行的dealer買的話呢 那dealer就會本身就幫你申請car bus 就是car bus car bus一個保養的紀錄 對 那就確保這台車的里程數 是沒有經過變更的 那它的車級資料呢 要過戶 資料一定會先比車到 喔資料會比車已經先到了 對 所以現在資料已經收到了 yes 接下來就等它爆關 然後要繳一個碎巾 碎巾繳完以後呢 就可以去車側 那車側回來以後呢 就可以直接掛牌上路了 耶 你看被圈了好多喔 整台車都圈圈耶 去拍一下手牌的 就是要這個 就是要這個手牌控 可愛 有沒有 這個外面我到時候要改顏色 所以改顏色的話 裡面這個面板都要拆下來改 我那時候其實一直在找白色方向盤 找不到 白色方向盤很可愛 對 我一直在找白色方向盤真的找不到 搞不好eBay還是哪裡 再看看有沒有專門賣 不行 它那個白是跟你講 它連這個全部都白 喔我懂 全部都連那個面板都是白 全部都白的 一體性的 超可愛 買不到白的 沒關係黑的先擋著 車主連這個都有耶 500的 這個蠻可愛的 這應該也不好買啊 安全帶還沒套 欸小哥版來 上去了 可以嗎 沒有已經看完了 阿不是你已經在拍 可以可以可以 所以我們要幹嘛 可以坐上去啊 沒事啊都不用坐了啦 這個到時候回來 哇椅子蠻軟的 五速的 有冷氣怎樣 有冷氣了 猜冷氣怎樣 會冷嗎 我在擔心不會冷 測試一下 有了 我腳有了 嚇死我 真擔心冷氣壞掉 有冷氣 欸 阿太 賺到了 欸 BOSS啊 欸真的耶 這還要選BOSS啊 你看它很可愛喔 它這個中間的內圈是 是轉速 外圈是時速 它內圈是轉速 它有點像mini Cooper 用圓形來做一個 設計 設計的一個主軸 有沒有 出風口 都圓 欸真的耶 還有所有的按鈕 對 還有這個都是用圓形的 有沒有 這全部都圓形的 欸枕頭枕頭 師父你看 有沒有圓的 欸圓的 欸我以為是塑膠耶 其實你看 其實還可以耶 皮的 這皮的 帥帥帥 Sport按下去速度比較快 可是沒有拔門 它現在他們 他們這個 家規的這個音響一樣 跟我們Source一樣的 很頻寬 有些要設定 有些要重新設定 你看有沒有音樂 有 有 有 直接可以收到台灣的 可以 欸OK的 日規的 有些車它的頻道 就變得很少 日規的頻率跟我們不一樣 對 廣播OK 電視OK 真的廢話很多圈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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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擎怎麼開 我剛剛拉拉 欸 在這邊 這邊 這好像是三缸的耶 我記得是三缸 真的是三缸 而且它這個上面其實寫了很多不一樣的名字 然後我那時候在網頁在找車的時候 其實我看不太懂說它這個差異在哪 它寫了馬力 對 有些人在高階是Abus 它寫了蠻多種引擎形式的 可是引擎好可愛耶 那麼短 對啊 唉唷 這個車 換了好多圈圈 你心裡想說幹什麼圈圈真的是很多 這真的是要全車大改造了 這邊也很多 所以我們本身海關人員相當專業 真的要整理要考試要幫你畫好了 所以以後我們要應徵那個派工的 就找海關人員 絕對不會落高 對它不會看得很清楚 你看它還畫了這樣子一段 跨號 輪胎好像也快不行 喔12年的 12年的胎到現在 好啦那我們開櫃也就差不多了 我們就蹲著結尾囉 今天這個來這邊會同拆櫃完畢 是的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後面的流程再跑一跑 但是要接下來跟大家分享後續的整理 也非常謝謝 我們這後面還要繼續再麻煩他幫忙處理 因為我們後面還有驗車 對 車廁嘛 碎單包過去後剩車廁 車廁完成以後 就可以領車 小碎了 到時候再跟大家分享後面的流程 約末兩週啦 約末兩週就可以進去我們的小師總部進行改造了 蛋黃哥雖然沒有買到 蛋黃哥真的蠻可愛 蛋黃哥回來我就不用改色了 這個回來我可能就要改色了 好啦如果對這個引進這種車輛有興趣 直接找鴻哥好不好 好 下次記得記得要訂閱 阿慧的頻道去加一下 鴻哥也訂閱一下 掰掰 他的販賣說明裡面其實有寫 我用念的啦 I have the carfax report If you want to see it Everything was replaced with a new genuine parts I have photos of this if you are interested 幹你啊你偷笑什麼 沒有 手很痠 幹你手很痠什麼笑 唸太慢了 唸太慢了 我要認啊 我還老花眼 我還要認 這字多小 公公力 我還要講我以前英文人讀比賽 亞軍耶 第一名有沒有 唸得他媽跟CBC一樣 我第二 你會懷只有兩個人參加比賽 我同學陪我去他說 剛剛唸得跟他媽的NBCCBC一樣 你他媽的你來這邊幹什麼 我說幹了 老師叫我來的 我好玩你 我那媽隨便唸一唸 他就亞軍 雖然我記得幾個人參加 但絕對超過三個人 我去抓 如果不是的話 泰山就可以 對 真的啦 我真的 我家裡還有那個獎品是 禮盒啊 上面有科 情義工商 國立 國立 國立情義工商專科學校 第一不知道幾屆我忘了 英文朗讀比賽 亞軍 我們去 防御工事 七海八極券 QTR 快點 快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